美国总统拜登5月20日首次亚洲之行的第一站是三星电子的大型半导体工厂 拜登强调了关注中国和乌克兰战争的经济安全信息 拜登在首尔南部平泽的美军乌山空军基地着陆之后 立即驱车前往附近的三星电子工厂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工厂 在那里他首次亲自会见了韩国总统尹熙悦 移动通信、5G、高性能计算、人工智能等尖端芯片成为了与中国的竞争焦点 疫情加剧了全球供应链中断的担忧 拜登在该工厂发表讲话时表示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带来的经济冲击进一步凸显了确保关键供应链的必要性 这样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就不会依赖于与我们价值观不同的国家 尤其是转换产,更加高的市场地区域 现在,他们的暴力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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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 在香港的暴力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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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 所以我们的暴力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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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 拜登表示 未来将书写在印度太平洋地区 现在是美国和志同道合的伙伴 相互投资的时候了 两位领导人参观了这家工厂 白宫称其为三星计划 在德克萨斯州泰勒新建的 170亿美元工厂的样板 尹熙悦表示 拜登总统今天访问平泽三星园区 将成为强调半导体的经济 和安保意义的好机会 他还敦促拜登为韩国和美国企业 在对方国家投资提供激励措施 韩国有望成为拜登在访问期间公布的 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 IPEF的首批成员国之一 该框架将定制劳工 环境 供应链等方面的标准 人生的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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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都在这两个大人 一路都在迷晾 中心的高层